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登峰造集 我是黄宇凡 今天是9月11号礼拜五 那么整个礼拜过去了 我们看到大盘在礼拜五的时候 你会发现部分的电子股有做一个拉回 那个传产股的部分 我一直跟大家谈的 就是在昨天我还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所谓的风吹日赛系列 那今天就发挥到淋漓尽致 但是又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震荡 那当然我们看到 当然以钢铁股来讲的话 这个钢财的部分 这个报价一直在上涨 大家因为想说 这样的东西是因为 我们包括我们所看到 包括离岸风电的建设也罢 甚至呢 我们可以去联想到台积电要去盖厂房 这一些所谓台商回流 那这个钢购的部分 钢财的部分 那是涨价是涨定的嘛 对吧 那后面呢 我们先跟大家说 整个礼拜 你看到今天在礼拜五的时候 世纪钢再创历史新高 当然创历史新高之后 因为他比较热门 当然这个再拉回 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震荡 我常在问大家这件事情 就是说 当他创了历史新高之后 他拉回以后 今天谁去买历史新高 比如说今天谁去买历史新高价 那个价位 我敢去买 我跟你讲 绝对不会是你 因为你八九十块 在看世纪钢的时候 我们在跟大家讲的时候 你都嫌贵了 你怎么可能在今天 去买创历史新高价的新高呢 你说对不对 对 那究竟是谁买的 不知道 那好 就是有人会买 所以我们看 不断的推进的过程 不断的推进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这件事情 当有一个标杆出现的时候 后面就会有人跟 你看有多少股票跟上来 那一样出现很大的震荡 所以在这边 我先告诉大家 整个礼拜结束了 恭喜大家 要放两天假 周末愉快 告诉大家 我也跟大家讲 本来昨天不是跟你讲 说我不一定会打开 但是我们今天决定了 说我们短线做一做 下个礼拜我另外做安排 等一下 我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下礼拜很精彩 我先跟大家讲 你要期望下礼拜 那有的说 下礼拜会不会震荡很大 震荡还不小 我先跟大家讲 震荡还不小 那首先 苹果 你觉得 好了 我先跟大家讲 你觉得在发表会来的时候 前后 会不会涨 这些所谓的平概股 他们会不会涨 我先跟大家说好了 你看 特斯拉暴跌以后 连续在上涨 包括昨天美国股市的回档 你也看到特斯拉还保持强劲 那为什么 我常在跟大家讲一个反向的一个思维 特斯拉有好消息公布的时候 你要特别留意 特斯拉有很多分析师在说 他可能价值只有多少多少的时候 你就把他打低的时候 你就想一下 他立刻就反弹上来 这是一档非常微妙的股票 我先告诉大家 当然我昨天也跟大家报告了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电池的产线 内华达州电池的产线 他会增加10%的产能 那我跟大家说 来 有这么多这么多好的股票 现在 很多股票压回 是不是机会 我只问说压回是不是机会 很多股票都压回 那我先跟大家讲 甚至八月营收 很好的股票都压回 原因卡在哪里 很多跟华为 碰上边 其实我营收占比不大 我也都是华为概念股 华为概念股在这一波的修正 很大 但是重点来了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重点来了 下个礼拜是华为的大线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会不会利空出金 就这么简单 你前面消息来的时候 就再拉回了 就再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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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大线来临的时候 他会不会修正完毕 因为这些筹码会跑 筹码会换来换去 然后打到低档以后 他不跌了 我先告诉大家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 打到低档不跌了 准备就是开始反弹 因为我前面业绩很好 凭什么 大家前面都可以涨 什么股票都可以涨 就是好像华为概念股不能涨吗 我觉得不认为这种看法 来 先看平概股 平概股里面其实很多 我先跟大家讲 平概当然本身也有华为色彩的股票 好像冲击比较大 不过 有机会 我先跟大家讲 真的有机会 那好 平概股要特别留意 来 我们先看一下 世纪钢今天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 对吧 我这里面没有全部打出来 我上次有跟大家说明过 他只是第一章而已 好来 最早我们谈世纪钢 好 来 你现在想一下 其实世纪钢我讲 你运气真好 我是说世纪钢 不是说你 世纪钢你运气真好 我怎么讲呢 各位也要知道 世纪钢过去的是默默无名的 老板是因为去了一趟日本 去看到日本在盖房子 是用钢购 钢结构在盖房子的 后来回来 原本是做铁皮屋的生意 后来回来 跟朋友合组了世纪钢 后来决定用钢购的部分 来去进行他们公司的业务 改成钢购 你知道吗 他接到一个案子以后 那个案子是没有人要做 因为大家很忙 他说你要不要做 你知道那个案子是谁吗 台积电的厂房 台积电 刚好大家都在忙 台积电还不是 那时候在盖厂房的时候 刚好有一标 台积电有一个厂房 刚好 世纪刚说 好啊 为什么不好 我来做 就这样 因为他有承接到台积电的钢购 后来 我们国家政策 就发展离岸风电 刚好你走钢购 那走钢购 大家一定觉得说 很妙的就是说 这几年来 我们看到的所谓的国家政策在推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会这样子想 想一想 嘴巴戳戳 讲讲而已 没有想到 那所以讨论度很高 所以讨论度的很高 他正版评价不一 可是呢 政府的政策 他就把它推下去以后 你就会发现真的 你从今年我们看整个上半年 包括今年的七月八月 营收发布以后 你才会发现 我那些公司真的也 不仅是订单 营收 获利 同步增长 比较去年激起 大幅成长 各位 我讲的大幅成长 正是因为已经开始执行 执行 执行 所以当世纪刚创了新高以后 你有没有什么所谓联想 不是中国大陆那个联想 你会不会去联想 哇塞 怎么可以这样 当然可以这样 那好来 恭喜大家 好 我今天讲了 今天是礼拜五 对吧 除了风吹日晒概念古外 大家一定会想 那是什么 我告诉你 从了风吹日晒概念古外 再来一个风吹日晒 这样 好来 请看 我告诉你 今天 大约十点半左右 任务就完成了 我想一想 那既然下礼拜有双标课 那我们今天就结束 好吧 所以既然是结束 我们来告诉大家 等一下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你看对不对 这重点是对不对 世纪刚今天创新高 历史新高 你说刚够 我讲刚够 我要简单来讲 当然了 刚才涨价的这个反应的题材有 但重点是 因为前面有了世纪刚 后面中刚够来了 我们这价钱还差真多 对吧 一百多块的 三十几块的 即便 我先告诉大家 即便亮灯了之后 他没有去锁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点 非常开心的一点 当有量能冲上来的时候 他是热门股票 你抓到那个tempo 那个节奏的时候 你要在周末 你要放假以前 你要去享受 享受那一下 叫做什么 突然就急了 我先告诉大家 筹码关键因素很简单 我跟你讲 如果今天你看到 在平盘下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想到 他今天会涨停 你怎么可能想得到 但重点是 你看到世纪刚在创历史 新高架的时候 你可能会认为他会涨停 不是吗 大家都是这种看法 所以当我今天我告诉大家 我觉得很简单 理论很简单 这个礼拜 你看 风吹日晒系列 强不强 够强吧 你认为下个礼拜 他会不会续强 来 他不需要整理吗 这重点吗 他不需要整理吗 这个礼拜 尤其到礼拜五的时候 很多股票拉回来修正整理 我认为 那才正要开始 什么意思 那个筹码整理完最好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过去在讲 自行车供应链的时候 我常常在提这件事情 今年甚至不得了 为什么不得了 我先问大家 其实第四季 其实第四季 在欧美来讲 那算自行车的旺季 如果这样子来看 第三季就要准备供货给第四季 对不对 对不起 不是对不对 对不起 因为我们缺料 所以某些很热门的车种 有些甚至没有车可以给你 你即便跟我下订单 夯到这种程度 我跟你讲 真的是这样 你知道今年的自行车 真的是很不得了 你不要说 我讲 因为很多新款的车 再加上 E-bike 电动自行车 造就了整个自行车的供应链 叫做 供不应求 我告诉大家 供不应求 那如果是供不应求 你想想看 股价现在大家都觉得 哇 你们的股价 巨大也罢 美利达也罢 贵蒙也罢 你看他们股价 充成那个样子以后 再整理 对不对 还会不会再充 我先告诉大家 你先去看完上半年 他们的获利以后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走到什么 走到9月11号 意思是说 9月的营收才开始在走 对吧 然后接着9月营收 10月营收 11月12月 那不是全年 全年 蛮惊人的 你这样想看 这不就是传统产业 我先讲 它叫传统产业 自行车不就传统产业 但是E-bike算不算 传统产业 我先问大家 那E-bike 电动自行车里面 它有个三大关键零组件 我们过去讲的 包括心脏也罢 包括大脑 ECU也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多科技公司呢 它已经变成 转到电动自行车这一块 去拉它的毛利率 电动自行车 毛利率30%以上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些公司 我认为很有可为 因为什么 这大热卖 疫情来的关系 欧美国家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大热卖 所以我认为 这样的产业 还是要必须要去关注 尤其是在拉回以后 那各位 拉回以后就是关注的重点 你想想看 我们过去在谈钢铁的时候 讲世纪钢 你觉得八九十太贵的世纪钢 今天又创历史新高 那个时候你觉得太贵 这个时候你绝对会觉得贵到不行 不是吗 所以你不可能去买 谁去买 每一次你觉得贵 都有人在买 那拉回来以后再创新高 拉回来再创新高 这个时候你会错过一大段 对啊 我讲啊 中间你拨断你可能不做 为什么 你觉得贵 但是价差赚不赚 很多人忽略掉这一段 什么 拉回叫机会 所以他会有价差 价差要不要赚 要赚 因为他很夯 他很热门 怎么谈都叫风吹日晒系列概念股 离岸风电 对吧 太阳能 这就是风吹日晒 那如果今天我说 下礼拜我准备好了 我告诉大家 下礼拜只做两档股票 两档 好吧 打筹码战 我要 我们要做战的时候 是这样子 我先跟大家讲 很简单 把人还没来 我们就先来 你看看过去我们在谈的股票 买进之后 你会发现 为什么 那么大单量冲进来 而且很多的绝大部分来自于法人 他在开始攻击 对吧 我们要的 只要找一步就好 我跟大家讲 找一步找两步没差 找一天找两天都没有差 你先卡好位 后面大军来 就把你推上去 这时候你要做短线 我讲的 我举例 做价差也罢 做小波段也罢 这个时候 你在里面都可以赚到钱 要不要做 这是心态上的问题 你感觉 这有震荡 有点担心 不知道该怎么去买 很多人今天在做当冲 我先跟大家讲 今天在做当冲的很多 那都找热门族群 那个震荡幅度相当大 来 赶快看 这你的双标课 下礼拜什么都不用做 就做这两支就好了 我先跟大家讲 我已经准备好了 筹码对决 筹码对决 你想想看 当台积电 它的营收相当好的时候 它股价没有大涨 反而是它所谓的供应链 有机会再浮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常常在想 那些供应链的股票 过去曾经大涨 大涨之后拉回以后 拉回休息整理 还有没有机会涨 因为它有题材 而且后续 整个的动能都还有 各位我们很难想象 一档股票涨了这么高以后 你再去看它的本益比 这样对一对也不对 你到底要赚多少钱 才能符合你现在目前的股价 你撑得住撑不住 对不起 不用撑 为什么 它后面题材继续走 你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先告诉大家 你要去撑股价 要等到第三季 的EPS出来 那个时候已经接近了 今年的后半段 也就是打了四分之三 你已经战争到四分之三了 那个时候成绩单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那个时候才关键就是 你的股价撑得住吗 回来看你的获利 所以还有时间 对啊 所以这个时间 题材是不是重要因素 是 但最重要因素来自于哪里 筹码 你要赚钱很简单 我先告诉大家 你要掌握法人的动向 法人动向绝对不是 你今天收完盘以后去看 外私买进多少 投信买进多少 那个叫做你看得到的资讯 那么大家都看得到 那有什么意义 因为你没办法在他前面先买 你必须要先去卡位 所以我今天我跟大家讲 下礼拜 这两档股票 麻烦各位跟我做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关键因素在什么地方 就在于筹码 所以你要先去上车 麻烦各位 麻烦先上车 手机扫描 QR Code 请你先上车 哪边下车 如果你从高雄上 如果你从高雄上 你说要在台北下车 还是要在哪里 台中 我会告诉你 双标客 它前进方向 哪边 可以下 好吧 手机扫描 千万记得 下礼拜想要赚钱的观众朋友 你今天记得 务必要去扫描 我讲很清楚 跟着里面做就好 好吧 跟着里面做 导播说要叫我进广告 所以我也只能进广告 来 进广告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台北股市自立就计方案 888 买一送一再加一 让您获得最大的资源 成就最大的获利 支付专线 028512 好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 5858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行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陪您拥抱财富 028512 5858 台北股市自立就计方案 888 买一送一再加一 让您获得最大的资源 成就最大的获利 支付专线 028512 8 开启投资新事业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好 回到节目现场来 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讲 那个产业 那吸收了很多 有时候就转不过来 怎么叫转不过来 你看到那个盘式 你看到那股票的时候 你想说 那究竟是怎么样 怎么会强到这一块来 然后你准备要往那边跑的时候 不对 还又拉回了 又转到资金 又转到另外一块来 我们往往再看 就是说 强的股票 大家都会去看 热门的股票 题材 每天新闻 或者是很多节目在讲的 他就很热 里面当冲的都很热 那回过头来 我们更冷静去思考说 那我们未来要赚什么钱 就要去看那些 有拉回过的股票 因为他筹码先整理过 对吧 后面一定会轮到他 除非那个产业 没有希望 你现在告诉我 哪些产业没希望 你根本就想不起来 看起来每个产业 好像都有希望 对吧 好 来 各位 请注意 我再说一次 你的富贵 我来帮 今天你要扫描 这个QR Code 双标课 双标课 你的富贵 我来帮 扫描 双标课 好 我先讲这个好了 我先告诉大家 你说那个功率放大器 到底重不重要 生化价产业 5G高频高速 生化价产业 长期成长的动能 我们过去跟大家谈的 你自己看 5G VIXEL 3D感测 中长期车用 网通 公控 另外加Wi-Fi 升级到Wi-Fi 6 手机 然后基地台 好吧 你再怎么看呢 如果看PA 当然一定就叫做三雄 稳貌 全新 红杰科 对不对 好 那这样看 各位 如果生化价 我们再把它变得 更深入一点 我们再去谈 氮化价 那不就第三代 第三代半导体 化合物半导体材料 氮化价 碳化系 这我过去讲过 对 说我不要了解这么多了 你告诉我 有没有未来 有未来 那基本上先看龙头 所以看龙头就看谁 来各位龙头是谁 那PA龙头是谁 当然是稳貌 那以稳貌来讲 他有没有去 进入 进入 淡化价领域 这是第一点 如果你现在就能够知道说 他有 他已经进入了所谓淡化价 这个部分 那你都有在关心 这产业的未来 对吧 那先问 那问 稳貌 的股价 现在是高 还是低 当我们去提 稳貌的股价是高 还是低的时候 你一定又会想 全新呢 红杰科呢 为什么 这PA好像会联动 对不对 好 那既然PA会联动 那请问 他们的位阶高不高 他们的获利状况 好不好 他有没有未来 这就是我要给观众的 我要告诉大家 你参考所有的产业的 未来的时候 如果他中长期趋势是 再往上的时候 即便碰到疫情 他会趋缓 可是他要不断的往上走 各位 你就要回来再去看了 凭什么 这个产业未来 他在什么地方会有需求 原来是5G 来 5G的消息面 消息面呢 你一定有听到 看到新闻 我们国家呢 针对呢 我们在所谓的市区 比较密集 人口密集的地方 要去补助基地台 也就是要补助电信业者 要花几百亿 要去补助他们 而且呢 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当然了 你这样子 我们有这么多的电信业者 我随便举 我举三家就好了 如果是三家 那你也要基地台 你也要基地台 你也要基地台 光是热点的部分 你三家就三个基地台 五家就是五个基地台 到处都是基地台 那政府就会想个方法 你们有没有办法这样子弄一个基地台就好 然后大家来共享这个基地台 这个想法太好了 可是重点是 业者愿意吗 如果有另外的配套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做法 就是有人在讲 我们需要五条高速公路吗 好的 的意思 不是五条高速公路 我们需要做盖 五座高铁吗 我的传输速度很快 我用这个意思 所以 好 那个建设在 当建设在的时候 还没建设 明明就还没有建设 对 我还没有建设好 不然政府不用说 我要花几百亿来协助这些业者 来做基地台 不是吗 还没建设 还没建设好 你都还没有5G手机 不是吗 你说对啊 我干嘛现在买5G手机 他不就还没建设好 对 重点来的 你要看到很多建设好 然后听朋友说 你5G最近用的怎么样 烂死了 你会买才怪 有人就会这样 就说 不行 我要去尝鲜 我要看有拿5G手机 我要去测试 哪边讯号很棒 哪边这么烂到爆 各位 他就是未来 所以他还没有让你看到 基地台全部成型 没有 5G手机畅通无阻 没有 这就是未来 所以他是不是未来 他当然就是未来 未来需求在哪里 就在这 所以 未来需求有的情况 而股价在 我先讲 股价在 位阶 他不高 我们不能说他在很低 他位阶不高的情况之下 未来有需求 股价位阶不高 请问大家 有没有机会涨 我让大家看 营收跟获利了 对吧 你会这样想了 我告诉大家 用这种理论去做股票最好 如果你说你多不懂产业 那你只有去看新闻 对吧 看新闻真的会赚吗 我先问大家 真的会吗 你看到你今天冲上去买 结果 你去追高以后 砰 一下震荡打下来 请问该怎么办 当机率一段停损出场 还是要续报 是不是这样 好 那这些问题 今天我先告诉大家 都不要想 因为下礼拜 我帮你准备好了 双标课在这里等你 双标课不就两个 对 两个 所以下礼拜准备 只要做双标课就好 不是吗 轻不轻松 轻不轻松 麻烦自己 少QR Code自己看 下礼拜你会很轻松 我先告诉大家 下礼拜我再公开 我们的双标课给大家看 你先准备好 手机扫描好 礼拜一 黄老师带你出发 恭喜大家 你有双标课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